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11月24號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主持人宜佩 趕快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來歡迎的是 已經上我們節目很多次 而且做的料理小朋友都很喜歡 歡迎阿嬌姐 宜佩好 所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嬌 我今天又來了 對 而且今天阿嬌姐是有備而來 聽說你今天聽到我們的指令之後 為了我們指令 去特別設計了一道創意料理對不對 對 因為我有想要特別討好小朋友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畢竟我兒子距離 他們這個年紀實在太遠了 對 待會我們就來看看 阿嬌姐這道料理 能不能博取小孩的歡心 不過要說到小孩 最近他們家多了一個小公主 而且好可愛 我都有在Follow 我每天都在按讚 歡迎李懿 宜佩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們家那個小公主Shiny 有夠可愛的耶 真的滿可愛的 現在多了一個女兒之後 跟哥哥的相處會不會有不一樣 哥哥會幫忙照顧妹妹嗎 哥哥在保母家會幫忙照顧妹妹 可是回到自己家裡之後 他就會不照顧妹妹 就會把妹妹當空氣 因為就會珍寵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啊 所以在外面要挺自己的妹妹 對 然後回到家之後 回家就是老大了 他是小少爺 因為他在保母家 保母就是說 如果妹妹哭了 他就會去叫保母說 妹妹 妹妹這樣 可是如果在家裡 然後我們說那妹妹咧 他就會看一下她 裝沒看到 走掉 對 就是他不會欺負妹妹 可是他會裝沒看到 就一定要我們兩個 有一個人抱她 或是說跟她玩這樣 家裡有一男一女 現在家庭很熱鬧 不過我想要問一下李懿 因為我知道說 六月姐很會做菜 你會做菜嗎 我強向是中菜 我老婆是西菜 西餐比較強 真的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 如果你們有空的話 五六日 如果把小朋友接回來住 都你煮比較多還是六月 還是我煮比較多 因為畢竟他現在要擠奶 然後小孩有時候比較黏他這樣 但是我覺得今天 李懿的贏面滿大的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討好小朋友 然後因為李懿現在 小朋友一個兩歲 一個四個月 所以你應該比較懂得 小朋友的口味對不對 而且他畢竟他自己 距離小朋友也沒有多遠 沒有 他算是個嫩屁股來著 對 看起來就是一個 但你們家大哥哥挑食嗎 他沒有想像中那麼挑 一兩樣而已 不多 OK 今天你算是有備而來 因為你今天要做的料理 我覺得贏面是滿大的 比起阿嬌姐來說 但先不要公布是什麼料理 至於料理當中的營養成分 我們當然就要交給營養師婉萍 大家好 我是婉萍營養師 好的 我們今天其實要講一個重點 就是說最近其實大家越來越養生 越來越健康 而且你在超商 可以看得到很多紫色的蔬果 譬如說現在在超商 你可以買得到紫色 譬如說果汁 為什麼現在紫色的水果 還有蔬菜會這麼夯 我們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農產品吹起紫色旋風 現在連葫蘿蔔也出現紫色的 一條一條紫色黑色白色相間 這紫色的胡蘿蔔可不是染色染出來的 其實它是原生種 一刀切下天然色素立刻滲得出來 黑紫色的層次分明 味道更是特別 不會害怕的那種胡蘿蔔味 然後很清脆 紫黑色的部分 它就是花青素 它的花青素非常的高 還有這一大堵的花椰菜 整顆不只顏色漂亮 花求美 可以觀賞更可以吃 種植成本很高 大概要一般白花菜的十幾二十倍 一般市面的花椰菜不外乎白色綠色 但現在還出現了紫色 就連地瓜 洋蔥 高麗菜 也通通充滿了辣漫色彩 黑色的不同於橘色的 因為它天然色素不一樣 然後它在料理上 也可以做比較多變化的料理 不過營養師建議 還是所有的青菜 包含了蘿蔔 青菜 通通都吃才能夠均衡營養 記得王一超 葉怡營 雲林報導 看了這則新聞 我們真是上到一刻 原來現在蔬菜 已經出現這麼多五顏六色的顏色 而且它那個紫色的花椰菜 一般以前是在超市 現在妳在一般的傳統市場 也都看得到 只是說媽媽 如果妳在處理這個紫色的花椰菜 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 它會褪色 所以它是染色的嗎 不是吧 不是 就是那個花青素的顏色 就會洗出來 妳就會覺得 或炒出來一個湯汁就帶紫色 所以一開始我剛買的時候 我媽媽有一點害怕 說這是不是軟色 妳就問我說是不是染色的 其實不是 所以如果妳是紫色的花椰菜 跟白色的花椰菜去炒的時候 妳出來的話 妳會看到那個湯汁 其實是帶紫的顏色 紫色的花椰菜 就不要拿來炒 我們可以拿來送人 感覺是一朵很浪漫的花樹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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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為什麼現在市面上 有這麼多的蔬菜 都變成就是有紫色的版本 到底紫色 我們剛剛有提到 花青素很多對不對 對 花青素很多 然後再來也順便跟大家講 就是這些紫色的食物 它不是基因改造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它是基因改造 它們只是有些是原生種 有些是交叉出來的 像馬鈴薯其實現在也有紫色 而且吃起來的口感 我覺得還不錯 最主要就是花青素 它的好在哪裡 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好的抗氧化物質 它會比維他命E 還要多50倍的抗氧化能力 比維他命C 多20倍的抗氧化能力 其實像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茄子 茄子其實你看它的紫 就是紫 就告訴你就是我有花青素這樣子 對 但是它到底有什麼好處 因為其實像茄子裡頭 它有維他命P 它可以幫助我們 有到維他命P 對 有維他命P這個營養素 我以為只有維他鹿什麼 維他命P之類的 還有維他命P 維他命P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幫助保護我們的維他命C 所以會讓我們的 譬如說你的維他命C 只有一點點 可是因為有了它以後 它的效果就會加成 所以像是茄子的維他命C含量 沒有辦法跟柑橘 奇異果這些來比 但是因為它的維他命P 可以讓它的C可以更強壯 了解 當然我們今天的主題 當然是要扣著 因為我們今天的小小美食家 又是三位很可愛的小朋友 所以茄子是小朋友 不喜歡吃的排行榜的 應該是算可以進前五名 所以我們待會李懿跟阿嬌姐 就要用茄子來PK 不過在PK之前 我們來看一則新聞 我們來看看一個娛樂新聞 因為接近年底了 所以年底會有很多賀歲片 都紛紛出籠 像是賀歲的喜劇 健忘村 他的卡斯非常堅強 裡面有舒淇 楊佑寧 還有張孝全主演 那麼顧名思義 健忘村 就是這個村子裡面的人很健忘 聽說有人殺青之後 還沒有辦法 抽離這個角色 還一路健忘下去 這麼誇張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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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鈺萱導演的新電影 見忘村22號在北京 舉行發布會 主演的舒淇 楊佑寧 張孝全 王千元 全員到齊 搞笑的為大家介紹 電影裡的網遊神器 不過我們的女主角舒淇 實在是太入戲了 好像只記得要吃豆腐 其他的事情全部都忘光光 我真的忘了 我是真的忘了 會不會是要請誰我忘了 我忘了 真的忘了嗎 好 真的忘了 沒有關係 我想問 我想問 沒事 我們要這樣子 好的 我想看 丁怡元的身材為什麼那麼好 我又沒有 我怎麼知道 那我幫你做 可以 可以啊 緊 還有女生這樣撒嬌誰受得了 這次舒淇所飾演的女主角 號稱健忘村裡的最美小妞 也因為她遊走在男人之間 惹出一連串故事 紅顏總是禍遜 所以她的命運就是特別的坦克 從這個男人 到了另外一個男人的手上 沒有 然後是在大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基本上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為這個女子而發生的 嗯 四個不同幽默風格的演員 聯手搞笑 動員兩岸上千人共同合作 打造春節最看賀歲電影 要帶領觀眾體驗一場 奇幻搞笑的網遊之旅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有些或是 對 回到我們就是樂Live直播現場 我們今天的料理主角 就是小朋友排名前幾名 不喜歡吃的茄子 不過剛剛提到茄子 其實好像很多老一輩的人都說 茄子好像不要吃太多 到底為什麼 因為其實茄子 就是有些在中醫的時候 定義它是性涼 有些會定義性寒 所以因為它比較涼和寒 所以就是有些人 他吃多了比較容易拉肚子這樣子 所以是因為這樣老人家 才叫我們不要吃太多 對 但是其實很多所謂的 涼或寒的東西 它反過來在營養學的角度上 它就是抗發炎 降火氣的東西 我還記得以前小的時候 我阿嬤都會講說 茄子跟芒果少吃 我們就不懂為什麼 後來就是媽媽的解釋是說 對眼睛不好 對眼睛不好 對 就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以前遺而傳而 後來我才真的聽到 我姑丈這樣講 因為她有一次回來 因為我姑丈就回來 做身體健康檢查的時候 就有特別交代我們說 其實茄子對大腸很好 尤其是你可能有大腸癌的朋友 其實你可以多吃茄子 它那個花千素 對你的那個大腸是非常好的 不過如果說茄子不要吃太多 而且剛剛營養師有提到 如果肚子不是很舒服的人 如果吃茄子比較容易拉肚子 那如果以小朋友跟大人 一天大概或者是說一週 大概可以吃多少量 如果說其實小朋友 因為基本上就是 我們在蔬果579這個概念 會彩虹蔬果 我們會希望讓他吃不同顏色 所以他還是應該是紫色系 還是我們必須吃 那一個禮拜像紫色系的話 還是會建議一週至少兩次 兩次 對 那一次的量 譬如說孩子可能吃不到這麼多 一次孩子的量 可能就差不多就是看他年齡 三歲之前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一點點而已 對啊 因為他們的胃很小 他們的胃就是他們的手 所以三歲之前的手手很小 所以他不可能吃太多 那如果說三歲到 譬如說三歲到小學 這個小學六年級 就會看孩子的胃口 譬如說有些孩子吃得到一半 這個都OK 大人其實你一個禮拜 至少要吃一根 其實是很合理的 尤其是如果你有是高血壓 除了剛才說大腸癌的患者 其實像高血壓的人 花青素也可以幫他降發炎反應 所以高血壓的人也可以多吃 對 而且很多有些高血壓的人 你就會發現他就容易臉紅有沒有 就是紅紅的 對 帳紅的 它其實都是一種發炎反應 反而這時候就很適合那種涼的 或含性的蔬子菜 入菜給他們吃這樣子 到底小朋友為什麼那麼討厭茄子 你們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因為茄子看起來就紫色的 連大人都不喜歡 對 然後燙完之後 那個水看起來就紫紫的 要紫不紫的那種顏色 看起來就很恐怖 因為我覺得茄子是一個 很難料理的食材 像我自己從小 我們家的人非常會煮飯 但是以前不外乎吃 就是頂多就是涼拌 然後沾醬 不然就是要爆炒 很油 然後加九成湯 你大概就是國外乎這兩個 而且我知道 茄子的口感 老人家是不是講說 一種形容感叫什麼軟臭臭 臭臭的感覺 聽起來就很恐怖 但是我不管 因為今天兩位竟然來現場 就要來用茄子做PK 想問一下阿嬌姐 你今天要用什麼料理來PK 李懿 我今天做的這一個 其實我把一些中西的概念 併在一起 然後因為我們說茄子 其實它有花青素也很容易氧化 所以你切了之後像一般炒茄子 很多人媽媽都會覺得說 怎麼炒都不會死 都不會漂亮 那我們就忘了這件事吧 一定要漂亮 我們就把它焗烤入菜 所以我就把它做一些 跟白醬搭配混合 你就看不出來 到底茄子要不要紙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的媽媽祖父們 很在意茄子煮出來 有沒有紙紙的很漂亮這樣 你就會困在那上面 其實我們不要想這麼多 所以我就用白醬來搭配紙切 然後因為是要給小朋友吃 我就想說加一點紅棗的口感 小朋友吃得懂紅棗嗎 紅棗應該是我阿嬤會吃的 你想想 紅棗是甜的 而且我今天帶的紅棗很大量 很特別的口感 你待會兒可以試試看 對 就像水果 好 這個看起來 是比較像西式的感覺 李懿要做什麼料理 我其實有點那種偷吃部料理 這什麼 焗烤茄子 就是我沒有用到白醬 但有點類似 可是我就是因為 把小朋友喜歡吃的玉米 然後就是再一點洋蔥 然後這招很賊 對 然後大人 小朋友真的吃不完 大人也可以吃 就很簡單的一道料 而且就是少有少鹽 沒有太多的調味 而且小朋友其實很喜歡 起司類的東西 對 所以這一道如果烤完出來 顏色很漂亮 我想小孩接受度可能滿高的 不過我覺得兩個人應該做起來 都是有點西式的感覺 其實有得拚 不過我們兩個說的都不準 我們說的都不準 因為等一下就看 太可怕了三個小二母 對 買不買單了 我們待會兒就要來做料理 不過我們要來關心一則娛樂新聞 待會兒是阿嬌姐先做 先standby一下 先來看一則娛樂新聞 要看到韓國的明星7 崔冬裕 來台宣傳她的新專輯 而且出席了一個公益活動 不過在公益活動當中 崔冬裕好像被嚇到了 嚇到原因是什麼 聽說是舞龍舞獅 韓星7 崔冬裕強勢回歸 日前她來台宣傳 睽違四年發行的新專輯 記者會上展現十足親和力 還跳皮的拿起手機 反拍現場的記者朋友 錄影 哇 很吵 被反拍了 被反拍 久不久找到了 不斷不斷的愛 感謝你 還有很多支持者 感謝你 主辦單位還安排了 熱鬧的舞獅表演 歡迎7000來台湾 但是第一次見到 舞龍舞獅本人的 崔冬裕 好像被嚇到了耶 還好後來她發現 舞龍舞獅好像沒那麼可怕了 還開心地跳起了恰恰 是花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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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不斷的 我非常 是我 是花不斷的 我真的不不斷的 所以我感覺到 我真的非常感到 我感覺到 我沒有感覺到 我感覺到 現場還邀請了 七個可愛的小朋友 要來送禮物給 Severn哥哥 讓歐爸直呼 好可愛喔 差點就要跟著 小朋友們下台了 那左邊那個小朋友 你拿的內容是 什麼什麼 什麼 小白 你明明明就是小小 小白 那邊走著謝謝 拜拜 再見 要說拜拜 生日哥哥拜拜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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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MEN這樣這一生也太少女了吧 小編覺得OBBA你比較可愛啦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你還要在這邊跟我 好的 我們今天在節目上當中呢 就要用這個茄子來PK料理 首先登場是阿嬌姐 阿嬌姐今天要做的就是 我們剛剛有介紹的 白醬紫茄紅棗塔 然後我們先來介紹 今天有準備的食材 包括了有塔皮 塔皮是在那裡對不對 塔皮在這兒 已經是現成的塔皮了 對 一般的烘焙行 你都可以買得到 那當然有一些媽媽很勤勞 就是你自己會做這個塔皮 那也OK的 那如果你覺得很麻煩 我覺得你可以到烘焙行買 那還有一個方法 但是我等一下介紹 因為我怕我這個奶 就是它會涼掉 會涼掉 好好 那我快速介紹 然後茄子有一條 然後絞肉100克 洋蔥50克 紅棗3到5顆 蒜頭2個 然後今天最重要的就是 阿嬌姐的白醬對不對 白醬是用蛋黃2個 鮮奶油100ml 以及滷肉絲70克去弄的 好 我先教大家做一個 簡易的白醬 因為很多媽媽們可能覺得 白醬好有距離 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一般你吃到的一些 白醬義大利麵 他們都是用一些麵粉 加上鮮奶油炒出來的 那我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我們只要取蛋黃 蛋黃 對 就是我們只要蛋黃的部分 我們製作蛋會很用心 它這個蛋一打 一打出來 我就知道這個蛋是很好的蛋 對不對 因為只有很好的蛋 它才會是鮮橘色的 因為是我帶來的 你人真好 我是真的就是 所以會很在意這件事情 阿嬌姐用的都是非常好的食材 我很喜歡用 喜歡料理的人都這樣 一定用好東西 然後這個奶 這個是鮮奶油 鮮奶油 因為我們這邊沒辦法加熱 我會告訴大家 一個加熱的方式 那好 就乳酪絲 放進去 對 放進來 盡量的在它熱熱的時候 把它拌一拌 所以鮮奶油先加熱之後 然後再來處理這些東西 對 我們可能 一般在家裡 其實程序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這裡沒有辦法 就是有鍋子加熱的 所以一般是 你只要把這三樣東西都倒好 然後奶油先不要加熱 你就是把它調好 調好放在旁邊 那你就可以接著做 我下面要做的動作 但是因為你看 現在我這樣子一拌 它是不是乳酪絲就已經化開了 對 就化開了 我們就是要利用它這個化開 好 那像這樣子 因為今天的蛋黃很黃 如果媽媽你在家裡 買的是那種白蛋 或者是蛋黃 沒這麼鮮黃的話 那你可能調起來的顏色 會比較白 那也OK的 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接下來 要做內餡的部分 那內餡 就是要做到今天的主角 就是我們茄子 茄子 那很多小朋友不喜歡茄子 那我們就盡量把茄子 給它弄得看不見 切碎 對 掌握那個原則就是把它 就是 就是 視而不見的原則 對 或是把它變得很小 對 我們就是盡量切碎 然後 你能 就是媽媽看看你的刀工 不勉強 但你能切得多碎 我們就盡量切得多碎 是 那我稍微把茄子剖一下 這個真的有一點 很難操控 不斷好操作 對 你就是 自己媽媽們 其實你在切茄子 我還是習慣拿下 我帶一個就好 對 就是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在切這種有皮的 像是番茄 茄子 青椒 紅椒 有的時候你要下刀的時候 你能滑刀 滑刀就會很危險 所以我告訴媽媽 你要切的時候 你記得利用這個刀子的刀尖 刀尖的地方 刀尖先下去 先下 然後慢慢下來 手一壓住一拉 其實很安全 對 所以我覺得 對 就是你自己在家 在操作這些 刀尖先下去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畢竟不是專業的廚師 刀工不會這麼好 了解 我們就是慢慢做 抓一點訣竅 盡量因為茄子我們 因為要讓小朋友看不見 我們就給它切碎 切小一點 對 這個小丁就是要 真的很小的小丁 這個還需不需要拌 我再幫妳拌一下 謝謝妳 好 其實如果可以加熱更好 對 就是一般 我們就是會把這個茄子 切小丁之後 然後我等一下會切一點洋蔥 而且我今天 要讓它一路紙到底 我的洋蔥也是紫色的 也是紫色的洋蔥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補充到 很多花青菜 對不對 一般紫色的洋蔥 如果你把它 來做沙拉的話 可能你會覺得味道比較重 比較嗆一點點 它就不會像白色洋蔥 那麼的甜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做的這一道 它是橘烤 所以基本上 你不會吃到它 那個新鮮的嗆味 所以我特別準備的就是這種 小的紫色洋蔥 好可愛 這看起來也很高級 對 小小的 那我們也補充一下 就是茄子的營養價值 就是剛才 就是阿嬌姐不是說 這個亮亮的皮嗎 所以其實茄子軟軟的 但是如果在纖維的分類 就是低中高的話 它其實是中間 就是它纖維算是中間還算 因為軟軟的會感覺沒有纖維 但是其實這個亮亮的東西 叫做植物的辣 這個辣其實就是一種 天然的纖維 所以就是會變成像這種亮亮的 這種蔬菜類 其實它的纖維 往往都不會是很小的 所以它不是因為它外面 我都以為說 什麼茄子是不是有打蠟 像蘋果打蠟對不對 沒有 像蘋果是真的有打蠟 但是蘋果如果沒有打蠟的時候 它的皮還是有一點點亮亮的 那些的是天然的 對 天然的蠟 天然的蠟就是它的纖維 是 好 我們把它底色洋蔥 也切了小小丁 你就把它切成小丁這樣子 那基本上 我還會再加一點蒜頭 蒜頭也一樣好 你就是把蒜頭切成小小的這樣子 好挑戰喔 也是小孩不愛的 可是你把它炒進去 加了那個 我告訴你 加的起司什麼味道都沒有 就只有起司的味道 蒜頭適合小朋友嗎 適合 蒜頭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免疫力的這樣子 可是小朋友就不愛蒜頭味 可是如果炒得軟軟的 其實還滿好吃的 或者是說什麼 以前都會炒什麼蒜頭加蘑菇 再加上什麼奶油 小朋友應該就OK 小朋友就忘了 就忘記有什麼蒜頭 有蒜頭在哪裡 就覺得香香的 我自己在家是煮蒜頭雞湯 我那個蒜頭會滾到 已經像滷白色這樣子 我小孩就是會直接吃 蒜頭雞湯沒蒜頭味 超好吃的 真的 非常的好吃 好 蒜頭也切了這個 細細的小丁 對 我現在告訴大家 其實它裡面的內餡就是這 還有牛肉 因為這個我先炒過了 牛肉先炒過了 我有準備牛肉 對 你就把這個 牛肉先放到平底鍋裡面 先去炒香它 因為牛絞肉它本身的油分非常多 所以你在做這一道料理的時候 不用再加油 不用再加油 對 藉油食油 你就用牛絞肉上面的油 下去牛絞肉稍微拌炒一下 讓每顆那個牛絞肉 有一粒一粒的感覺之後 你再把洋蔥放下去 然後洋蔥一樣把它炒到透 有一點焦化 它就會有甜味了 很香 對 然後再來最後 你就是放那個 不是最後 再來你就是放蒜頭 那最後 因為你在這個炒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的牛絞肉 會一直出油 對 茄子的功用就來了 茄子會吸油 是的 這個最後的時候 你把茄子調進去的時候 你會把鍋子裡面的油 收得一乾二淨 所以牛絞肉下去的時候 不要放油 然後接下來就放洋蔥下去 炒到有點透明 讓它香氣出來 之後蒜頭再給它下去 最後再派茄子下去吸住那個油 茄子好會做菜 我會做料理 我講了一口好料理 好會做菜 對 基本上這樣 我們就把內餡弄好了 弄好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一個組合了 剛剛我講的 我們做這個簡易的白醬 就你在鍋子裡面剛好炒好 炒好的時候 你就把白醬倒進來 其實倒進來 把它拌一拌 對 它其實就是 它就是那個內餡 就是白 就像一般我們在炒這個白醬 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這個做好的白醬 如果你在家裡 它會化得比較開 因為我們今天溫度的關係 所以它沒有辦法完全的化開 如果你在家裡 把這個白醬準備好 我告訴你 10分鐘就可以上一道 簡單的那個白醬義大利麵 厲害 對 因為你就是白醬準備好 對不對 你這一鍋就是下義大利麵 對 然後你燙好 你這個白醬淋上去 義大利麵拌一拌 而且如果你要乾糊一點 你就可以炒一點培根 把義大利麵放進去拌一拌 然後我們的白醬淋上去 就是白醬培根 是 對 很簡單 那你剛剛辦好之後 接下來我們最後要做給觀眾看 對 來 我們要做給觀眾看 把它填到那個炒吉利 對 我們有這個 被我捏到了 好 要不要這個 好 OK 好 我們有一個塔皮 我們就把它 往這個塔皮裡面裝 它其實有一點鹹派的概念 這看起來就好好說 就有點像法式那個鹹派的概念 對 適合做那種Party的那種 對 Party那種小點心有沒有 一口吃的 OK 那你這樣子填好了之後 這個再把它填起來好了 好 沒關係 你填一個 然後你告訴我們 上面要用什麼裝飾 好 上面很簡單 上面就是乳酪絲 對 一樣就是 因為我們要烤得香香的 讓孩子很喜歡 很多孩子就是喜歡 上面有一點乳酪絲 可以吃起來有一點那種拉絲 對 所以我們上面再放上這個乳酪絲 好 上面給它放上乳酪絲 你可以放喜歡就多一點 也沒關係 就是到時候你那個熱 它全部卸下來也很好 然後我特別用心的 準備了一點紅棗 是 這個紅棗很大顆 這個 很厲害 它簡直跟水果一樣 那你在用之前 稍微用一點熱開水 把它泡開泡軟 然後泡軟之後 其實你看你一念 其實用剝的就可以了對不對 這叫陝北狗頭棗 對不對 我去西安的時候 他們當地人說 這是陝北的狗頭棗 對 所以紅棗就是泡軟之後 剝一剝放上去就可以 對 因為我們等一下上去 進去裡面烤箱 大概兩三分鐘就可以 把它烤好了 所以你就把它剝一剝在上面 等一下孩子吃到 它第一口的口感 會有一點紅棗的甜 所以今天我們製作單位 阿嬌姐剛在來的之前 已經烤好了對不對 對 我先烤 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先看成品長什麼樣子 其實非常漂亮 OK 超美的耶 就很可愛 我覺得很適合小朋友這樣子 這個看起來就實質大動 很有食欲 因為我原本在想說 阿嬌姐取這個名字 因為有紅棗 我不曉得小朋友會不會喜歡 我是確定我阿嬤會喜歡 但是現在看到成品之後 我覺得李懿真的要皮繃緊一點 希望她加油 對不對 不過她也很棒 但是營養師幫我們補充一下 紅棗也適合小孩嗎 當然適合 紅棗其實 因為這個 今天這個紅棗 它是比較大顆的紅棗 其實它的纖維含量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說 像小朋友有一些便秘的狀況 你可以在這個吃派的同時 還可以增加纖維 幫助腸胃弩動 是非常好的一個選項這樣 大家有沒有看到 現在李懿的臉 感覺沒有那麼輕鬆嗎 沒有 我是真的滿輕鬆的 因為我的東西是非常簡單的 那樣 就是因為太簡單了 所以你能不能夠 取悅小孩的餵我就不知道了 廣告之後我們換李懿上傳 加油 好 剛剛看完了阿嬌姐的這個 像一個塔 像一個派一樣的茄子 我覺得阿嬌姐的那一道我好想吃 不過李懿這一道是非常簡單 而且在家 可能大概兩分鐘就可以做完了 對 大概兩三分鐘 就可以備好所有的料 對 我們今天李懿要做的是 焗烤茄子 感覺有一種頭吃飽的感覺 而且我完全不知道說 這一集的另外一個來賓是阿嬌姐 然後一看到她帶超多東西 連蛋都自己帶我又覺得 有點汗炎 我有點混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們就是簡單 簡單是上去 因為我必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我自己是小家庭 然後我只有跟我太太 平常兩個人煮飯 那是現代很多人 為什麼都吃外食的原因 所以加上我家樓下都是超市 所以我通常就是想吃什麼的時候 先譬如說上網 Google一下要做什麼 然後我就去樓下超市 現有的食材 直接買自己做 然後就飯量也不用做太多 就一餐就吃完了這樣 對 是個好爸爸的先生 雖然說你覺得這道料理有點混 但是我們覺得簡單 你可以在家自己試試看 看完之後馬上東西拿出來做 是王道對不對 來看一下 焗烤茄子 食材是茄子一條 洋蔥半顆 玉米罐頭 小朋友最喜歡的 二分之一罐 然後乳酪絲 跟阿嬌姐一樣有用乳酪絲 適量 羅勒香料適量 以及橄欖油 對 其實就 這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 我其實真的沒有學過任何的料理 我通常就是 因為我以前很愛吃 所以 我就蠻記得 我味覺不錯 然後所以我很多東西 我都是上網查 然後查了之後看一下做法 大概去研究一下 然後想一下那個做法 我就自己做 想一下那個味道 所以他是有天分 對 他是有天分 對 我們現在就很簡單就是說 你今天絕對 甚至連筆記都不用做了 你看我講一次你就會了 好 結果茄子 我們當然就洗乾淨 因為茄子最重要就是 他那個外皮 這個紫色的地方 所以這個盡量不要把 紫色皮削掉 有的人會削片 所以不要削皮 好可惜 然後我們就把它 這個切掉 那當然 你看你要切片 切成像阿嬌姐一樣小丁 隨意 但是因為我在家就是我覺得 可能我刀工也沒那麼好 所以我就是直接 就是切片 方便就好了 不會耶 切片其實不容易耶 切片要拉薄片 其實不是很好弄 而且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你不用覺得說一定要像 很多師傅要求很快很帥 不用 你就是這樣手頂著 然後就是這樣切 我們是求好吃好嗎 對不對 而且李懿的第一刀 就讓我覺得 非常的欣賞他 怎麼說 因為你知道嗎 你看他第一刀 下到那個蒂頭 只切了短短一小段 很多的男生 對 那個第一刀下去 就很大一個 你就覺得很浪費食材 所以就是 像就這樣很簡單 你就把它 都切一切 是 然後就這樣一條就切 所以他刀工算不錯 對啊 而且他每片都很平均 就搭配小孩愛吃的玉米 這樣子 而且其實你知道大家剛剛我們不在說 為什麼討厭吃茄子 我們在 就是我今年我們師大就是做了一個研究 然後對象就是 其中有一個就是茄子 然後我們調查 第一個就是口感 因為他們覺得茄子的口感軟軟的 對 就是怎麼煮都是軟軟爛爛的 所以他們不愛 第二個是他們覺得顏色很難看 可是這是真的 就是他們 煮完之後真的是不好看 就是不是那個 單純他們就不喜歡這個紫色 因為其實人對於視覺 就孩子的時候 他們最明顯 他們對於紅色這種顏色 暖色系的比較喜歡 而對於紫色和黑色 像黑木耳他們也不愛 其實男生吃黑色的都不愛 對 人色系的都不愛 可是我們今天多了一個玉米 就可以增加它的色澤的一個感覺 對 在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就是 因為茄子很容易變色 對 所以你如果要為了防止它變色的話 你可以先泡一下鹽水 你旁邊就是有泡鹽水的 那一般其實比較傳統中菜的做法 他們會用油炸 油炸 而且它可以很健康 那就會變成說那個東西 比較不適合小孩子吃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還是小孩子 所以你就可以泡一點鹽水 不要說不適合小孩 連大人都不適合 防止它比較 就是可以抗氧化一點 就是讓它去氧化 然後接下來就是 洋蔥 對 那你看你喜歡吃多少洋蔥 因為我覺得我做菜 食物是參考 就是自己大概 有人喜歡吃這個 有人喜歡吃什麼 對 所有東西那個比例不要適合太多 我覺得就是一個 基本上做菜的一個原因 你自己可以調配那個量 如果你喜歡洋蔥味 你洋蔥多放一點OK 那不喜歡的話就少一點 對 是不是很不好吃 有點難控制 對 洋蔥就是把它 它很會切其實 所以我說它其實很棒 它刀工其實不錯 對 而且它很平均 對 你知道說到洋蔥味 洋蔥其實 你知道他們就是分析 就是它煮熟後 不是會有點甜甜的那個味道 對 其實那個甜甜的味道裡頭 有50種的物質在那個裡頭 50種 真的假的 所以洋蔥是非常好的 所以它為什麼煮完天天以後 很好吃這樣 它生濕跟熟 熟吃 完全不一樣的 跟加上你炒到焦糖化之後 那個口感完全都不一樣 然後都非常好吃 對 像如果你做那個味噌湯 你就可以加一點洋蔥 因為洋蔥 對老人家非常好 是因為它補鈣 對成長的孩子也非常好 還有咖哩 咖哩的話加洋蔥也很好 對 加洋蔥也很好 好 然後洋蔥就這樣切好 好 切好了之後 切好之後呢 再來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玉米罐頭打開 然後你就是 打開我們會好了 打開玉米罐頭 然後就是洗一個油鍋 因為油也不用放太多 我們就是基本上就大概 可能一匙半橄欖油 是 下去之後洋蔥先下 洋蔥跟 洋蔥先下去炒 炒稍微有點軟的時候 把這個玉米丟下去 再繼續炒 炒到等到 大概均勻的都 洋蔥已經完全變色了之後 我們就撒一點鹽 跟一點點的 可能黑胡椒 這是OK的 然後 然後就把它盛起來放在旁邊 再來就是茄子 一樣再放一點點油 然後下去讓它稍微煎 有點變色 乾煎 就開始出水分之後 然後就起來 然後接下來就取一個 所以接下來我們這個就是剛剛 對 這個就是超好的 你講說洋蔥炒上那個玉米 炒出來就是這樣 那茄子乾煎之後就變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這是下午做的 所以它已經有點變色了 不好意思 但是沒關係 就是等一下吃起來 你也看不出來它的變色 這是重點 然後就很簡單 拿一個盤子 對 就拿一個盤子 然後咧 這個部分我是蠻建議 如果小朋友聽得懂 就是可以跟你互動的時候 你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這個盤子 是 就是蠻好玩的 就是你想吃什麼 你就自己鋪上去 你們家大哥哥現在兩歲 應該還不會吧 但他現在會拿著板凳 站在我的中島旁邊看 我怎麼弄 然後要幫忙這樣子 或是我教他去拿碗 什麼什麼的 對 就這樣鋪上去 真的 其實小朋友一起來做 他們真的會有幫助 像我們家 我昨天在洗那個新鮮的百合 我們家妹妹因為三歲多 他就搬著板凳 那也給你一個百合 他就慢慢洗 慢慢鋪 小朋友覺得很有成就感 因為有參與感 而且他們對自己有參與的東西 最後都會把它吃掉 好 我們剛剛鋪上玉米跟洋蔥之後 第二道就是鋪上茄子 然後咧 然後再來就是把一樣 起司撒上去 把茄子蓋起來 然後這樣撒上去 對 然後我要再分享就是說 剛剛我有點漏講 就是其實你在炒玉米跟洋蔥的過程當中 對 你油可以放少一點 再加一點點的鮮奶油下去炒 其實是會很香 那小朋友會特別喜歡 因為奶油跟玉米是很搭的 了解 然後就這樣看你喜歡吃多少 盡量是以蓋滿食材 因為這個東西如果蓋滿之後 它整個會滲透下去 而且到時候攪在一起一起 入口是比較好吃 那你今天帶來那個什麼羅勒香料 是什麼時候 那最後的時候你在熱熱的時候 再把它撒上去就好了 好 這道其實超級簡單的 就超級簡單 你家現在如果有茄子 就趕快 因為你看洋蔥加加戶戶 應該都會必備 有沒有 玉米罐頭你家一定有 蘆糯絲一定會有 樓下便利商店也買到 我們通通都有 等一下馬上就可以看茄子 可是如果說你家裡 今天有吃剩下的蔬菜 譬如說什麼南瓜 對 花椰菜 都是可以類似 譬如說你稍微水煮過一下之後 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一樣 都是一個很簡單 而且沒有什麼負擔 真的就沒有什麼負擔 好的 所以這樣子就直接把它放到烤箱烤 大概要烤多久 幾度 像因為我們家的烤箱是 現在我是用那個偷吃布 用那個烤麵包機 就是日本現在有一個麵包機 就是很小 大概這麼小而已 然後它有一個 什麼500瓦 600瓦 我今天是在家裡烤的時候 是大概這樣的分量 我用1300瓦 然後烤3分鐘就熟了 1300瓦很大嗎 你只要發現 就是說你家裡你只要看到 上色 就像我們吃披薩一樣 那個起司有點焦焦的融融的 其實就可以了 因為食材基本上都是熟的 其實它都是熟的嘛 對 好 那李懿已經先烤完一份了 我們現在把這個 烤過的這個拿出來 很漂亮耶 對 就很簡單 就是會像一個 會不會燙 OK OK 就是像這樣一個焗烤的這種感覺 這樣就基本上就是 然後你再灑上你的 然後最後呢 再灑上你吃香料 可加可不加 那灑上去是比較好看一點 對 就這樣 這個其實很簡單耶 有沒有 焗烤茄子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 李懿這一道很厲害 因為他把茄子 全部都藏起來 等一下小朋友呢 小朋友這樣一挖下去之後 只吃到那個乳酪絲的味道 完全沒有吃到 而且玉米 玉米會甜甜的 洋蔥的甜味 對 我們就可以問問小朋友 到底有沒有吃出 茄子的味道 我們廣告之後 馬上就可以揭曉 到底今天李懿會獲勝 還是阿嬌姐會獲勝 我們待會兒 三位小小美食家要上場囉 好 我們今天請到 三位小小的美食評審呢 首先我們的評審長是Jasmine 你們有啊 有 他現在是評審長 因為他年紀最大 然後最會講話 然後兩位小小的評審員 分別是Ryan 好厲害 寶寶有在看你 在電視機前面看 以及我們的Rachel 好 今天三位小小評審委員 要幫我們來投票 然後要來試吃一下 首先就阿嬌姐先登場好了 好不好 因為阿嬌姐先做的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這個好不好 吃吃看 Ryan妳要笑喔 不好意思 很帥 妳那姊姊好會哄小孩 妳要咬到那個餅皮 一定要咬到那個派皮 派皮 要咬一咬 要笑 要笑怎麼咬 喜歡嗎 一邊笑一邊咬 喜歡嗎 喜歡這個味道嗎 好 他們現在懂的茄子嗎 這個年紀叫什麼叫茄子嗎 你們有看過什麼叫茄子嗎 這個是什麼 這個知道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紫色的茄子 茄子 那你們會 對 妳有吃過嗎 妳有吃過茄子嗎 有 有吃過茄子 茄子吃起來是什麼味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好誠實 太久沒吃 太久沒吃了 上一次吃茄子是什麼時候 亂記了 大概八年前 她都還沒有八歲 還沒有八歲 所以上次吃茄子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應該三歲還兩歲 那妳現在幾歲 妳都還記得 妳現在五歲 所以是兩年前 那時候是誰煮的茄子 媽咪 媽咪煮的茄子 那媽咪那時候茄子出來的時候 是什麼顏色的 幾歲 所以妳OK 那媽咪很厲害 妳OK嗎 媽咪煮出來茄子沒有變黑色嗎 沒有 沒有 是紫色 那表示她媽媽手藝不錯 對不對 因為茄子很容易氧化 那Ryan妳有 她吃完了耶 不用問她好不好吃 都吃完了 妳是丟到下面去還是吃完 沒有 她真的吃完了 Ryan妳知道什麼叫茄子嗎 妳有吃過茄子嗎 沒有 沒吃過茄子 那妳知道那個 妳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嗎 妳知道碗皮阿姨 手上那根是什麼 茄子 茄子 沒有 那好吃嗎 妳有吃過那個東西嗎 沒有 沒有 那妳現在覺得吃起來好吃嗎 現在吃的 好吃 好吃 妳有吃到什麼 有沒有吃到起司的味道 有 那妳知不知道什麼是紅棗的味道 紅棗 還 紅棗 沒聽過 沒聽過 反正只要好吃就好 那妳知道裡面有茄子嗎 妳知道裡面有茄子嗎 知道 知道 因為他們知道今天主題是茄子 對不對 有在外面煎看很厲害 那問一下Rachel Rachel妳覺得好吃嗎 好吃 好吃喔 三位小朋友全部都吃完了 好給面子 我真的好開心 光這樣就好了 對 Rachel妳在家有沒有吃過茄子 媽媽有煮過茄子嗎 沒有 沒有 是不是因為媽媽自己就不愛吃茄子 不知道 妳知道其實很多家庭 是因為媽媽不喜歡 所以小朋友沒吃過 沒錯 所以追根究底是因為 媽媽妳們不要再挑食了好嗎 沒錯 那個茄子有很多花青素 所以要給小朋友多補充茄子 好 看來這三位小朋友 其實不用評斷好不好吃 因為全部都吃完了 對啊好開心 謝謝妳們 很厲害 給自己拍拍手 給妳們三個好厲害 好 接下來我們要吃 李懿叔叔的這個 焗烤茄子 換這個 看他們三個今天食慾很好 甜甜的 姐姐一口妳看 Jasmine一口妳就吃完了 Jasmine很厲害 Jasmine一口 我覺得她就是要吃貴 我覺得妳很適合 未來做那個美食節目 對耶 對 妳很適合 真的太適合了 妳吃起來覺得如何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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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到什麼的味道 玉米 玉米 起司 這玉米太得分了 還有咧 拜託 投給我 玉米跟起司還有咧 還要不要再吃嗎 還要不要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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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口就夠了 好 那妳咧 可是大家注意一下 Rion有剩 Rion還剩下一口 妳要不要再吃這一口吃掉 爸爸在看妳 一口餓她 妳不要再吃 為什麼 妳喜歡這個嗎 妳喜歡這一道嗎 喜歡 喜歡 那妳為什麼這一口不吃掉 妳看李懿叔叔在哭 對啊妳 妳看他在哭 這裡面有玉米甜甜的 有玉米甜甜的 妳試試看那個玉米的味道 1 2 3 好棒喔 儀佩妳什麼時候生小孩 我不要 我最喜歡小孩 拜託我們不要 很明顯是喜歡姐姐 希望姐姐為她吃 真的 真的是會做人好不好 Rachel覺得好吃嗎 好吃 妳有吃到什麼味道 妳跟儀佩姐姐說 玉米 玉米 還有咧 還有咧 沒關係 起司 起司 所以其實剛剛兩道料理 小朋友都沒吃到茄子 沒有啦 妳是不是先吃到茄子 然後最後剩下玉米 對 好像是 妳剛剛第一口吃到的那個是茄子 妳知不知道 所以她後來才不想吃 可是後來剛剛她那口吃到玉米跟起司 其實她接受都是OK的 對 OK 所以其實這兩道料理 雖然感覺起來 都是成功的 但投票結果如何 我就不知道囉 好 三位美食評審 小小美食評審 已經心裡決定好了嗎 決定好了 決定好了嗎 決定好了 好 那我們要把票放下去囉 好 好可愛 這個丸 那我們先把盤子收到旁邊去 好 待會儀佩姐姐數123的時候 你喜歡那道料理 你就把它投給她囉 好不好 沒關係沒關係 等一下有再見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123準備好了嗎 我要融化了 準備好了 OK囉 1 2 3 請投票 怎麼會 反敗為勝 屍然一面倒 我每次來都沒有辦法 取悅小朋友 真的假的 我上次也是 可是大人都喜歡 因為你兒子太大了啦 趕快再生一個 對 我兒子太大了 真的 謝謝…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失敗嗎 為什麼沒投她嗎 為什麼沒投她 為什麼沒投她 她是沒有辦法改進啊 對不對 就像你寫功課寫錯要訂正啊 要改正過來 好 你跟阿嬌阿姨一樣 我喜歡大的跟小的不一樣 大的跟小的不一樣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覺得這個 這個剛剛哪裡有問題 沒有玉米 不一樣 反正就是不一樣 小朋友就是很直覺 因為他們就是認菜不認人 對 她不會說因為 要賣阿嬌阿姨面子 就會投給阿嬌阿姨 但是我想要試試看 還有我們營養師剛有吃了嗎 其實我兩個都有吃 對 其實我一直以為是阿嬌會獲勝 真的嗎 我真的是比較成熟的味道嗎 沒有 也不是是因為 就像李懿說 就是妳這是家常料理 所以當我一吃的時候 就覺得阿嬌姐的那個是 感覺就是 我可以拿出去做一個派對的 那種感覺 我來吃吃看阿嬌姐做的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的 會不會 不會 小朋友的口感跟大人其實不太一樣 而且紅棗也沒有 因為有時候紅棗會酸味 可是因為這種紅棗很甜 然後也很香 所以我也只能說很驚喜 沒有啦 我覺得我可能贏在小技巧 就是我有加了玉米 而且我用奶油炒過 有可能 再加上氣質下去的話 可能小朋友接受度比較大 我覺得觀眾朋友 你們要試試看 剛剛阿嬌姐講的這個料理 因為它吃起來是非常有層次的 對 因為它有牛絞肉的味道 你還可以吃得到洋蔥的香味 重點是它餅皮的味道 是香香酥酥的 重點是冷掉了還很好吃 真的假的 對 真的很好看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所以就不懂為什麼 孩子最後 對 那我要吃一下李懿的 我不懂孩子們 為什麼會懂那個 我要看一下 試試看 是不是很好吃 因為它有牛絞肉的香味 不是 我覺得因為 因為這個餅皮比較乾了一點 對 酥脆的乾 所以比較乾 小朋友在 在咬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 有點就是 粉碎的那個 因為牠們牙齒還沒有那麼的 對 那這個我下次要放一點 我果然就是很簡單甜甜的 就是在偷吃風 我也只是很棒 我覺得今天孩子都把它吃完 我們就是都成功了 我覺得我知道 小朋友為什麼會投李懿票 因為他咬下去那個玉米 全部都在裡面 全部都是玉米味 都是軟軟的 尤其重點是都是軟軟的 但我覺得這兩道料理 大家都可以試試 因為真的沒有茄子味 對… 連我一開始 沒有那麼愛茄子的人 我剛剛吃兩道料理 完全沒茄子味 而且阿椒